下面呢咱们就要结合实际的案例来说一说 我们的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该选择什么样的渠道 现在有这么一家企业 那这个企业呢是一个传统企业 它是专门生产LED照明设备的这么一个传统中小企业 这个传统中小企业呢它主要想推什么呢 推自己的这么一个公司网站 它做这个广告每个月的预算也不多 每个月的预算呢就一万块钱 那折合到每天呢可能也就三百块钱左右 它的广告目标很明确 就一个就是为了卖产品增加它的产品销售额 这么一种企业它该选择哪些适合的广告投放渠道呢 首先它的第一个特点呢是预算比较少 第二个特点既然说它是需要卖产品 它就要选择卖产品效果最好的广告方式 那么通过咱们前面讲的广告投放渠道呢 有两种渠道是最适合它的 一种呢就是直接投放搜索引擎广告 比方说投放百度竞价推广 投放搜狗竞价推广 那么这种广告带来的用户是最精准的 也是最容易实现销售目标的 而且对于这种搜索引擎广告 百度竞价收购竞价 一天哪怕你的预算只有100块钱 也是可以做的 还有第二类广告形式呢 叫做搜索引擎联盟广告 比如说百度网门啊 谷歌AdSense啊 他们集合了中国40万家网站 集合中国30万家网站 来做了这么一个广告投放 他们有一个独特的技术优势 叫做定向方式 他们通过定向方式 可以把茫茫人海当中的 那些最精准的用户 最需要我产品的用户挑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的投放广告 那么它是非常精准的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他们的成本呢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么一家企业 那么它做搜索引擎广告 比方说做百度竞价 做搜索金价 它做搜索引擎广告 联盟广告 比方说做百度网门 做谷歌AdSense 那么它 效果就是最好的 那么它的选择就是最佳的 第二个案例 有一家公司 它是做教育培训行业的 这个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上市公司 他们是一个跨国教育集团 是一个上市公司 投放的网站呢 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么一个网站 那么他们广告的预算呢 每个月的预算是六十万 相当于每天的预算呢 大概是两万 那他们的主要目标呢 不是为了招生 是为了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公司的品牌曝光率 对于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他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线下经销体系 线下的网络销售体系 他们并不需要通过网络直接销售 他们需要通过网络广告 去增加他们的品牌知名度 去增加他们的品牌曝光率 而且他们的每天的预算呢 也有两万左右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目标 有这么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个渠道呢 就是可以通过广告代理商 来投放优质网站 比方说通过广告代理商 在新浪网站的首页 在通讯网站的首页 在凤凰网站的首页 来投放这么一个品牌广告 来实现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品牌的宣传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搜索引擎广告联盟 搜索引擎广告联盟 有一大特点是什么呢 他们合作的网站有几十万家 合作的网站有几十万家 那么他们可以通过合作的网站 这是几十万家网站 让他的广告有一个大量的曝光 大量的感现 当你的广告有大量的曝光 大量的感现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做到了一个品牌曝光率 所以说对于这么一个企业 这么一个情况 选用这两种广告投放形式 是效果比较好的 第三个案例 有一个专门做IT产品销售的 电子商务公司 他做网络广告主要是推广什么呢 推广是他旗下的一个 B2C的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他每个月的广告预算是三十万 折合于每天是一万块钱的预算 他的目标就是增加网站的订单量 增加网站的销售额 针对这么一个企业 这么一个目标 他该选择什么样的广告投放渠道呢 第一个广告投放渠道呢 他可以首先找一些第三方广告联盟 投放CPS广告 就是你先帮我做广告 你帮我卖出去了 然后我根据这个产品的销售额 给你一定的分成 比如说一起发 成果网啊 找一些这样的广告联盟 去来投放一些CPS广告 第二种方法 他可以自建CPS广告联盟 比方说我做了一个电商网站 我完全可以在我的电商网站下面 类似于京东商城 类似于繁可成品 我也自己建一个广告联盟 但是自己建一个CPS广告联盟 要想让很多做网络推广的 帮你来推 你的前提是 你的网站要有品牌 如果说你的网站没有品牌的话 我相信不会有站长帮你来做 因为他们更愿意去为那些有实力的 比如说京东商城 去来去做CPS 因为京东商城有品牌 他更容易销售出去 这些网站的站长也更容易获得佣金 所以说咱们要自建CPS联盟 关键是咱们要有品牌 第三个渠道 就是咱们自己投放搜索引擎广告了 那咱们可以通过百度啊 搜狗啊 谷歌啊 搜搜啊 可以利用这样的搜索引擎 直接投放这种关键词广告 投放竞价广告 那么还有一类网站呢 叫做搜索引擎广告联盟 像百度网盟啊 谷歌啊 的试音师啊 像这一类广告联盟 因为他们的定向方式很精准 所以说呢 他们投放的效果呢 也是不错 再跟大家举一个案例 比方说百合网这样的交友网站 主要目的是拉注册会员 那么假如说 他每个月的预算是六千块钱 那么相当于每天的预算呢 就二百块钱 预算非常少 他不可能去做品牌广告 他最适合投放什么样的广告渠道呢 应该是第三方广告联盟 投放这种CPA广告 也就是按用户完成一定的行为 来支付广告费 只有当别人真实的为我带来注册了 我才付给别人的广告 所以说呢 这就是对于交友网站特别的适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